2018年11月4日凌晨3点起,全港区后龙镇上西村疾风前村,峰尾镇区域空气出现异味,并随着风向及风速飘移在主城区一带扩散,引起群众投诉反应,经初步调查。 2018年11月4日凌晨一时许,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油品装卸作业,汐油船连接至码头的软管法兰电片烙化、破损,导致部分油品陷漏,油气溢散至空气,致使相关区域空气存在意味。 图文东方IC,福建省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发现后,已采取应急措施,立即通知港口管理局,同时,及时更换破损软管,并采取西油沾和围油栏隔离等措施,对海面泄漏油品进行紧急处理。 由于全港区目前气压较低,风力较小,其气味难以消散,导致丰美镇、南浦镇及后龙镇区域弥漫油气气味。 全港区环保、海市、港口管理、农林水部门根据部门职责,开展处置工作,全港区南浦镇消错村消错码头,海面上漂浮着厚厚一层看起来像油籽一样的漂浮,气味相当似比。 据当地村民介绍,这些漂浮物是泄漏的石油,海水涨潮后被带到这个地方。 2018年11月4日凌晨三点起,全港区后龙镇上西村疾风前村,风尾镇区域空气出现异味,并随着风向疾风速飘移在主城区一带扩散,引起群众投诉反应。 2018年11月4日凌晨三点起,全港区后龙镇上西村疾风前村,风尾镇区域空气出现异味,并随着风向疾风速飘移在主城区一带扩散,引起群众投诉反应。 。